欢迎你来,跟书院学中文。 这里是终极班的语法课。 现在,我们学习怎么用得。 这是第二讲。 得用在动词后面,引导补语, 常常表示一个行为的程度或结果。 请看例句。 你的汉语说得好, 他的中文字写得好。 他的歌唱得真迷人, 我们都停下来听,不走了。 你的车修理得和新车一样, 他跑得真快,一眨眼就不见了。 你儿子长得和你一样高了。 你女儿长得和你一样漂亮。 我们都变得又矮又老。 好,接下来我读一下关键词。 他说你是知, 他自信和你一样的程度。 你儿子划是顺师。 你儿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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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 迷人 一眨眼 停 修理 一样 漂亮 矮 老 好,最后我用正常语速 把例句给大家读一遍 你的汉语说得好 他的中文字写得好 他的歌唱得真迷人 我们都停下来听不走吧 你的车修理得和新车一样 你跑得真快 一眨眼就不见了 你儿子长得和你一样高了 你女儿长得和你一样漂亮 我们都变得又矮又老 这堂课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special thanks to Dr. Liu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